中共金融高官密集落马 涉及四大政治原因 中共反间谍法和数据法 促使欧洲企业离开中国 台湾大选临近 共谍案再受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峰会前夕 美国智库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 11月9日举办网络研讨会 讨论这次会议对美中双方的意义 这次会议名为 拜登必须帮助打倒中共 而不是帮助他 与会专家们认为 APEC会议是中共又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 美中峰会是过去几十年 美国对中共绥靖政策的延伸 而中共目前处于最脆弱的时期 美国应该和必须全力打击中共 最终帮助消灭这个对美国安全和利益 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 会议主持人弗兰克·盖夫尼 把中共党魁习近平比喻成纵火犯 说他一直肆意在美国放火 另一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 中国部主任布拉德利·塞耶 也在会议上表示 中共政权因为一系列的人口和经济问题 变得极其不稳定 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刻 拜登政府可以就中共的合法性发起挑战 现在是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 而不是给他提供发动政治战的场所 前总统特别助理德里克·哈维 所表示 美国必须帮助消灭中共 他还提出了在外交军事教育意识形态 经济执法和情报领域消灭中共的具体建议和步骤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之死掀起的风浪余波未了 外界至今仍在质疑他的死亡原因 日前《北京之春月刊》登载 美国华裔学者被大校友高瞻的文章 说李克强夫人程鸿疑似受到了当局的压力 这篇题为墙内有关李克强去世的几个真实信息的文章说 李克强死得蹊跷 中共当局表现得又极其诡异 文中说 程鸿安排一些北大校友参加了11月2日的遗体告别仪式 但第二天就通过秘书给所有参加的校友发简讯 请求他们不要在网上发布告别仪式的照片 显示程鸿可能收到了明确的提醒和警告 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甚至可能如同传闻的那样已经被控制 文中还曝光了遗体火化前 到李克强家中吊咽的两名官员的身份 这两人曾出现在网传照片当中 他们一人是与现任中共总理同名的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强 立明是从太平洋证券退休的柴志 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七八级的学生 李克强担任北大团委书记时的下属 文中还说有70名北大校友通过李强 获得程鸿提供的入场证 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中共官方声称 李克强10月27日凌晨死于突发心脏病 但是外界纷纷传言 他是被中共现任党魁谋杀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经济危机之下金融高官密集落马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将近90名金融系统的官员被调查 来自银行机构官员占多数 分析认为幕后涉及四大政治原因 2023年以来 从中共监管部门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高官接连被查 仅在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10天内 至少6人被查或被处分 截至11月12日 中纪委网站至少披露87名金融高官被查 其中53人为银行机构的官员 分析认为 中共现在不断搞所谓的金融反腐 经济不景气是一方面原因 在中共这个经济滑坡的厉害 财政枯竭 显示背景之下 它是要用各种方法去掠夺财富 正常的税收 它收不上来 它的美本金费 它的各种各样对外傻逼的金费 一向都不能少 所以它要想方设法 不择手段去找钱 那么找钱怎么找呢 反腐是非常有用的 联财的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 到2022年10月12日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当局查办的议员贪官 共计112个 此外贪腐几十亿 几百个亿的贪官都司空见惯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 中共金融反腐还涉及四大政治原因 其次 赖建平认为 中共利用金融反腐 铲除异己 打击政治对手 此外 还有中共政治上甩锅的因素 当局让金融官员背锅 转移民怨 第四方面 赖建平认为 中共利用金融反腐震慑党内反对派 引发寒蝉效应 金融领域的腐败的错误金星 那是由来已久 现在中共遭遇到执政危机 它在记车金融反腐大气 就好像在每一个金融蛀虫的头上 悬了一把打摩克里斯之剑 谁是肯落到自己头上吗 它可以达到一个 让所有的金融领域的这些大老虎 他们保持政治上的绝对的忠诚 甚至产生这个高度的人生衣服 分析认为 中共所谓的金融反腐主因是内斗 金融为那个金饭碗 包括那个富二代 特别是红二代 都想往这个金融机构塞 特别是那个大银行 证据公司投行 这些机构都是非常抢手的职位 这高管包括中管干部 可以安排人可以做很多项目 包括贷款 包括投资 所谓金融行业 金融职位是党内各门各派 是争夺的一个重点 分析指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时 清洗金融系统后换成了自己的人 如今宪政权在清理王岐山的人马 近年来 王岐山的旧部相继出使 他的前秘书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慧宇 被控受费超两亿 他的前大管家中巡组原副组长董红 被控受费超4.6亿 他的旧部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等 中共实行的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 限制数据流出中国 这让许多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惧和担忧 欧盟商业游说集团商业欧洲副总干事桑托斯 几天前访问北京时提出警告 中共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 可能会加大外国公司投资的难度 导致北京进一步与欧洲脱钩 桑托斯表示 欧洲法规要求对强迫劳动等议题 进行更严格的调查 如果在华企业在这方面遇到困难 那么他们就更可能选择摆脱中国市场 他跟中国企业打交道 他要了解这个企业 他要对这个企业的方方面面 对中国的法律政策 营商环境要有前面的市场信息 那么如果他们自己 或者委托专业的调查公司 来了解市场信息的时候 有可能根据政治环境 政治气候的变化 被中国政府的刀把子 随心所欲的去进行构陷 甚至连这些从业人员 连他们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 去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呢 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 详细介绍了向中共当局提出的 1058项建议 内容涉及资料安全法和其他做法 称该法律为在华外国公司提供了不平等待遇 估计中国的监管环境不会真正改善 他的背后呢是政治的原因 政治需要来决定法律 或者说法律被高度政治化 那么一旦是这么一个执法的环境 执法状况 所以他在执法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进行大量的随心所欲的一个主观认定 主观认定的标准 它就成了一种认意偏好 当他需要打击外国投资者 他就会把法律解释的没有任何边界 就成了内意构陷的一个法律 大纪元专栏作家网赫认为 中共当局是把政治安全摆在第一位 他的政治安全高于一切 然后经济都为他让道 然后他觉得呢 中国市场这块蛋糕实在是太诱惑 西方也会忍辱 为了这个蛋糕呢 做出让步 中共就觉得呢 他自己呢 有完全的控制权 别人都会顺着他的指挥棍跳入 这完全是把自己过分高估了 特别是中国经济呢 它的走势非常的糟糕 现在国内外基本形成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政府就是高刹不偷高去风险 政府都要去风险的话 那些企业更要去风险 中共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以来 已有至少17名日本公民 被控从事间谍活动遭到拘押 最新消息传出 有一名日本男子在今年2月 于中国湖南遭判间谍罪罪名成立 而判处12年徒刑 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 今年7月改版的反间谍法 扩大执法范围 进一步收紧对外国人的限制 最近经过修改的反间谍法 它扩大了原来的所谓的间谍的范围 本身范围扩大了 又边界模糊 这就意味着呢 会被判定为是间谍行为 那么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那么既然带有主观性 这个法律就不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 可预见的 对于任何一个行为人呢 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究竟会不会触犯 中国所谓的反间谍法呀 好 数据法也好 那么这也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的自己的商人 随时都可能失踪 而且是外国的企业的高管 他随时可以限制你离境 或者直接有个什么油头 就把你抓起来 他司法不独立 没一个完整的法制的话 中共在那个执法过程中 他是为所欲为 中共方面并没有具体说明 这些所谓 被判间谍罪罪名的具体行为 评论认为 中共反间谍法制下人人自危 台湾大选临近 共谍案再受关注 台湾将在明年1月13日进行总统大选 近期又爆出一起中共间谍涉嫌对选举施加影响的案件 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6人被控充当中共间谍 但学者认为台湾民主来之不易 民众一定会坚守 离台湾大选还剩不到两个月 高雄桥头地检署11月9日大动作 侦办国军退役将领设共谍案 并分26处搜索 并传唤多名被告证人盗案 其中退役将领就有20多人 案件锁定主谋为已故国安会秘书长 蒋伟国前秘书 现任黄埔联谊会会长朱康明 据调查他从2017年开始 就拉拢退役高级将领去大陆交流 接受落地招待 接触中共统战部门人员 而陆军退役上校刘万里 海军退役少将孙海涛等人被吸收后 涉嫌接受中共资助 购买礼品送人 以支持特定候选人 地检署认为三人涉案情结重大 申请法院积压 目前三人交保都限制出境 在法律的层次上 这些都涉犯了不管是选霸法 反渗透法以及国安法 那相关的单位正在正办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司法检调 能够尽速办理误网误众 如果是背叛2300万人的托付 也应该依法重臣严办 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6人被控 从事中共间谍 而在2013年到2019年之间 台湾司法部调查局公布的间谍案 是44起 大多数被控的间谍 都与军方有关 或被指控试图吸收军人 利用这个选举的机会 这个问题被炒热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机会 让选民有一个判断 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 他要保护的是中华民国 不是那个更虚幻的上面的大中国 在我们的国军 特别是那个退休的将领 这方面的观念非常的混淆 台湾学者还指出 北京的间谍战略持续加强 并扩展到军事精英圈之外 现在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 照理讲 立法院的国防国家委员会 它是密议的审查 密议会议 但是我们发现 有委员将这些审议的资料 投入给第三国 关于它的动机是什么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他们也有频繁进出中国大陆的记录 所以这个都会形成 台湾国家安全上重大的漏洞 临近大选 中共间谍不仅窃取机密 还在媒体进行认知战 试图美化中共 在心理上分裂台湾民众 最多的话就是 对过网络新闻的 这方面的渗透操作 去影响台湾人民的判断 现在只能说 台湾民众 多方的去评教 那同时呢 台湾的一些关于杂新闻 揭露的公民团体呢 在这个时候也要更加努力 那么才能够去保障 台湾的民众的知情权 在这个完整的资讯的情况之下 透过自由意志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它的国民主权 今年中共频繁派遣战斗机 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施压别国官员访台 禁止台湾凤梨 芒果 和部分鱼类产品进口 在大选前夕 外界估计北京会进一步施压 不过学者指出 自从1996年 第一次台湾总统民选开始 中共对台湾选举的介入 就不断的升高 中央大学客家语文 继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曾建源认为 放眼明年的选举 虽然中共利用间谍等手段加强介入 但台湾人民还是会从怎么样去维护 台湾的宪政民主 台湾的人权 台湾最大的国家利益的角度 来投下这一票 不太会受到中共威胁利诱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 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的 城环城国际气配交易中心 因为被合同涨租金 引发商户不满 11月13号 一千多名商户集体罢市抗议 人们聚集在气配城 高喊口号要求退房 黑龙江宁安市女法轮功学员孙霞 因坚持信仰 屡遭中共迫害 2008年曾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 近几年 她到哈尔滨市女儿家 为女儿照看孩子 但今年1月 中共公安又闯到女儿家将她绑架 之后构陷罪名将她冤判五年 罚款五万元 她不服上诉日前得知 她被非法维持冤判 福建省张州市脚美镇金山村村委 将土地卖给开发商 但不分钱给村民引发不满 11月13号 数百村民堵路抗议 将村口的G228国道阻断 导致交通堵塞 大量车辆滞留 贵州民族大学年于七旬的退休教授黄春 因为学校发的部分养老金被校方苛扣 11月6号前往学校找校方要文字凭据 结果被学校保安拦阻 并发生肢体冲突 报警后 警察反而以殴打他人为由 将他行政拘留 江苏省长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 最近传出被中共纪委约谈之后 被自证清白 反而跳楼身亡 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的刑讯逼供 才导致这起悲剧发生 一条朋友圈一封一书 11月1号这天 一则长州市华丽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勇在当地纪委约谈后自杀身亡的消息 在网上快速发酵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目前陆媒的多篇报道已经删除 这显然是掩耳道理 欲盖弥彰嘛 因为他知道这些信息不删掉 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舆论的关注 讨论 真妈 所以他要去消灭他的罪证 要掩盖真相 这件事情肯定是火上浇油 一个民营企业无缘无故的 被纪委非法结谈被逼死 这种让联想到干犯无反受 上海的民营企业家 当时是天天有人跳龙 在悲剧发生前 成勇曾留了一封写给世纪委领导的遗书 上面写道 800万的存款 所有前期承认的现金行贿都不存在 我当时只想早点交代结束 草率承认的 证据都是慢慢猜和想出来的 刚好对上 也是巧合 纯属巧合 我不想受累了 我觉得中共之下 就很多民营企业 包括这些 比较富裕的群体 他在权贵眼里就是代载的飞猪 随时就可以把财产拿过来 为他们所用 这个企业家明显就是被当地的官员 盗上了 被抓捕之后 就一直行行不共 让他承认过去有的罪名 不不得已 就杀了吗 当天凌晨4点多 程勇还在朋友圈写下一段遗言 说出了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程勇在文章中说 近期他被市纪委约谈 杨康城副局长放款的事宜 他发誓没有拿杨康城的800万存款和现金行贿 在里面一开始只是想尽快交钱走人 没想到遇到的是进退两难 审讯小吴子有点难熬 太压抑 度日如年 后面还要继续 觉得太累 先走一步 程勇的家属对他的突然去世感到震惊和痛苦 家属和华丽公司的管理人员披露 程勇是11月8号正式被长州市纪委监委约谈的 这期间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表示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特别是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 程勇情绪比较反常 家属说 程勇那晚被纪委监委谈话后 深夜11点多才回到家 并对妻子说了一声对不起 北京市汉顶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芳律师就这起事件对中共中纪委发出公开信 他指出这种办案手法是一种敲诈 会导致中国的营商环境加速恶化 让社会进一步确信中共一直是在说一套做一套 他不断的释放信号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 要给民营企业家这样那样的待遇 但是事实上他不断的用国际民退 对民营企业各种打压 他一直采取那种暴行逆施的非法治的野蛮的做法 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说一套做一套 专家表示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在转移资产或是到海外投资 在日本的华人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组织 他表示中共反腐这么多年 百姓丝毫没有受益 腐败还越来越严重 他希望民众看穿中共谎言 今天来看他的三退声明 日本东京的孟康说 中共邪党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打了这么多老虎苍蝇 换了这么多大小官员 结果怎么样 买得起房了吗 看得起病了吗 养得起老了吗 孩子上得了学吗 一切都没变 事实上 老虎们在打架和猪没有半毛关系 可猪却为打赢的老虎喝彩 猪却不知道老虎打架其实是为了吃猪肉而打架 中石油一群贪官落马 油价降了吗 能源部一群贪官落马 天然气降价了吗 铁道部一群贪官落马 火车票降价了吗 三峡电力系统贪官落马 电费降价了吗 电信业一群贪官落马 电话费降价了吗 CCTV女主持被抓了 改变了她们的胡说八道了吗 抓贪官的好处就是让民众看热闹 这种热闹是看不完的 在这里 我为全中华民族着想 自愿退团 同时我希望更多的民众看破中共的种种谎言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